列王纪上 第22章 亚兰人和以色列人之间连续三年没有战争 到了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 以色列王对他的臣仆说 你们知道吗?激烈的拉摩远属于我们 我们怎可静坐不动,不把他从亚兰王的手中夺回来呢? 亚哈问约沙法 你肯与我一起到激烈的拉摩去作战吗? 约沙法回答以色列王 你我不分彼此,我的人民就像是你的人民 我的战马就像是你的战马 约沙法又对以色列王说 现在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于是以色列王把众先知聚集了来 约有四百人,问他们 我可以去攻打激烈的拉摩吗? 或是应当忍耐不去呢? 他们说 你可以上去 主必把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还有一个人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不过我憎恨他 因为他对我说的预言都是凶话 不是几话 这人就是因拉的儿子米嘎亚 但约沙法说 请王不要这么说 于是王召了一位太监来 说 快去把因拉的儿子米嘎亚召来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 穿着巢服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的广场上 个人坐在自己的王位上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嘉 做了些铁角 说 依和华这样说 你要用这些铁角 抵触亚兰人 直到把他们完全消灭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 你可以上激烈的拉莫去 必得胜利 因为 耶和华必把纳成交在王的手里 那去照米干亚的使者 对米干亚说 看啊 这里的众先知 都异口同声地对王说极话 请你与他们一样说极话 米干亚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耶和华吩咐我什么 我就说什么 米干亚来到王那里的时候 王就问他 米干亚 我们可以到激烈的拉莫去作战吗 或是要忍耐不去呢 米干亚回答雅哈 你可以上去 必得胜利 因为耶和华必把纳成交在王的手里 王对他说 我要嘱咐你多少次 你才奉耶和华的名 对我只说真话呢 米干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人四散在身上 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 耶和华说 这些人没有主人 使他们平平安安各自回家吧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不是告诉过你 这人对我说的预言 总不说极话 只说凶话吗 米干亚说 因此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他的宝座上 天上的万军都势力在他的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雅哈 使他上激烈的拉莫阵亡呢 又说这样的 又说那样的 后来有一个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 你用什么方法呢 他回答 我要出去 在雅哈所有先知的口中 做说谎的灵 耶和华说 你可以去引诱他 你也必能成功 你去这样行吧 现在 耶和华已经把说谎的灵 放在你这些先知的口中 耶和华已经命定灾祸临到你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加进前来 打米干亚的脸颊说 耶和华的灵 怎样离开了我 去与你说话呢 米干亚说 你进密室躲藏的那一天 就必看见了 以色列王说 把米干亚带回去 交给市长雅门 和王的儿子约阿师 说 王这样吩咐 把这人囚在尖里 少给他食物和水 直到我平平安安回来 米干亚说 如果你真的可以平平安安回来 那么耶和华就没有借着我说话了 他又说 众迷呢 你们都要听 于是 以色列王和尤大王约沙法上激烈的拉末去了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要改装上战场去了 你可以仍然 你可以仍穿自己的巢服 于是 以色列王改装到战场去了 亚兰王曾经嘱咐他的32个战车长说 无论大小将兵 你们都不要与他们争战 只要与以色列王争战 战车长们看见约沙法的时候 就说 这人必是以色列王 他们就转过去 与他征战 约沙法便喊叫起来 战车长们 一见他不是以色列王 就转回来 不追赶他了 有一个人随便射了一箭 竟射中了以色列王铁甲与护胸甲之间的地方 王对驾车的说 你把车转过来 再我离开战场吧 我受了重伤 那一天 战争不断升级 有人扶着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 到了黄昏 王就死了 血从伤口流到战车的底下去 约在日落的时候 有命令传遍军中说 各归各城 各归各地吧 王死了以后 人们把他送回撒玛利亚 埋葬在那里 他们在撒玛利亚的池旁 妓女洗澡的地方 清洗战车 有狗来填雅哈的血 正如耶和华说过的话一样 雅哈其余的事迹 他所做的一切 他建造的象牙宫 和他重建的一切城镇 不是都记在以色列诸王的年代至上吗? 亚哈与他的列祖同睡 他的儿子 亚哈谢 接续他做王 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 亚萨的儿子 约沙法 登基 做犹大王 约沙法 登基的时候 是35岁 他在耶路撒冷 做王 25年 他母亲 名叫阿苏巴 是士利西的女儿 约沙法 遵行他父亲 雅萨所行的一切 总不偏离 行耶和华 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潭 还没有废去 人民 仍在秋潭上 献祭烧香 约沙法王 与以色列王 和平相处 约沙法 其余的事迹 他做过的英勇的事 和他怎样征战的事 不是都写在 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 约沙法 把父亲亚萨在世时 遗留下来的妙记 都从国中除灭 那时 以东没有王 由总督统治 约沙法建造了他师船只 要到俄肥去运金子 可是不能开船 因为船只 在以寻加别坏了 那时 雅哈的儿子 雅哈谢 对约沙法说 让我的仆人 与你的仆人 一同坐船去吧 但是 约沙法不肯 约沙法 与他的列祖同睡 与他的列祖 一同埋葬在 他先祖大位的城里 他的儿子 约兰 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 约沙法 第十七年 雅哈的儿子 雅哈谢 在撒玛利亚登基 做以色列王 他做以色列王 两年 他行 伊和华 看维厄的事 行他父亲的道 和他母亲的道 又行 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 使以色列人 陷在最终的道 他侍奉巴利 敬拜巴利 照着他父亲 所行的一切 惹伊和华 以色列的神 发怒